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统一做骚 统一做刀 统一做ray 它怎么样变化 有的朋友经常留言说我只会统一做骚这一种执法 能不能把第一次吹好啊 当然是能的了 你这一种也能吹得很好听 只不过呢 如果你遇到了你的这种执法就吹不了的曲子的时候呢 你可以考虑改用统一刀还是统一ray 我们先说统音骚啊 正如我所说的 这首曲子呢 它这个最高音的是高音的骚 当然高手可能能吹上这个音了 但是我们普通玩家呢 吹这个高音骚可能就有点费劲了 所以我说呢 就是把这首曲子整体我们看作降低八度 整体降低八度 每一个音符都降低八度 这样的话呢 用同一做骚去吹 这个就相当于是低音骚 低音骚 拉 吸 拉 中音的ray 中音的骚 这样去吹 那是什么样的 当然大家都熟悉了 我拿这个笛子是低调的 我拿这个试一下 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当然大家可能听着好像有那么一点点太低了吧 有点压抑的感觉不太好听 所以呢 从音乐的角度来说呢 你用同音做骚是完全可以吹这个曲子的 当然是没有跟伴奏 没有和朋友们一起合奏的前提下 也就不管这个调 不管你手里的笛子是什么调的 你都同音骚 都可以吹它 那如果说我弦低怎么办呢 那你就把它抬高一点 我改用同音做ray的指法 我们说统音做ray 统音啊 首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就是这个足筒子发出来的音 就是把你的六个窟窿都堵上 这个时候吹 发出来的音叫统音 这个音 其实你不管用什么样的指法 你吹出来这个多高就是多高 对吧 它是不会发生改变的 之所以我们说现在用统音做ray了 只不过是给它换了一个唱名 这个音高还是这个音 假如说对应到钢琴上 我按下去的还是这个键 对应我们这个笛子呢 我吹的还是这个音 只不过呢 我现在把它叫做ray 而不像刚才那样叫做骚 只是起了一个不同的名字 那名字变了以后呢 其余的音我怎么变呢 比如说我现在ray了 那me在哪呢 就是这样 发呢 这样 半孔 那为什么会出现半孔的情况 当然这里边我们没有用到发 只是从乐理上讲 因为你统音改变了唱名以后 其余的音呢 就是用我们之前讲过的音阶这一个工具 七音阶这个工具去找对应的其他的音 就是这个意思 找着刀了就能找着ray 找着ray了就能找着咪 是这样的 那用什么样的工具呢 就是音阶工具 就是那个全全半全全全半 我们用同音做ray 吹一下这个 这就是用同音做ray 吹出来的效果 就比刚才高了很多 可能有朋友会问 既然你堵上这个孔 同音 它的音高没有发生变化 你只是改变了唱名而已 那刚才这个音呢 我唱着so 现在呢 我唱着ray了 它怎么就高了呢 是这样 是基于我们要吹的这个谱 我们要演奏的这个谱 它本身没有发生变化 这个123啊 它都是标记的唱名 那比如说我们统音做so的时候 我要吹so怎么办呢 吹这里边的这个so 我这样就可以了 这就是so了 那我改统音做ray的时候 我要吹so呢 我得放开ray 咪 发 so 我得放开这个右手的这三个指头 你看 这明显就比这个高了 对吧 那因为 你放开了 这个音就比你都堵上要高 这就高了 当然我说的这个呢 是你的谱没有发生变化 这个谱没有发生变化 那还有一种思维 其实这种思维呢 我在前面的节目给大家介绍过 这里必须要说 就是 其实是不建议用下面说的这种思维的 什么思维呢 就是把谱给变了 怎么变呢 我统音做so 我要变统音做ray 我吹mi re 就拿前两个音符举例 mi re 是这样的指法 那我对应到 因为我只会统音做骚这一种指法 我就对应到 把这个谱给它变成对应到 我统音做骚的这个音符上 那我就变成了拉 扫 把这个谱变了 我写拉 扫 拉 扫 这样的话呢 就是你的指法没有变 你的统音唱名也没有变 我把谱变了 我在有一次的节目里给大家 上面写了一行大谱 下面写了一行小谱 那个小谱呢 有人问那是指法吗 不是指法 就是方便大家这种 改统音写的那个谱 其实是不推荐这样的 好 希望这个问题我说清楚了 下面我们再试试用统音做到 这个毕竟它的调有点低啊 没有那种 清脆的感觉 我还是改用这个吧 这个呢它本身是F调的 我们通常说的这个笛子是什么调 就指统音做骚的时候 它是什么调的 这是F调的 我先吹一下统音骚的感觉 这是F调 同音做骚 就是它原调吹的 我们再看同音做R的感觉 这是统音做R 下面我们说统音做到的感觉 统音做到啊 就比统音做R又高了一点点 那统音做刀 E就是这样了 就是相当于你统音做骚手的C 要下面放开两个手 这是统音做刀的感觉 就比刚刚又高了一点点 当然我在刚刚吹的时候呢 是按照这样吹的 Re Sola Sola 我在版面上呢 也把这个改变 变化写下来了 这是指 这是指 因为我们这一首曲子里面 它有三个小节 都是Re La Sola Re 所以呢 如果在同一首曲子里面 出现这样 比较多的同样的呢 就感觉有点平 所以呢 建议大家改成这样 Re La 变成Re Sola 有一些变化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是我看百度里面说的 有在正式场合 就把这一小节 变成这样的 所以我感觉这样 就是这两种变化呢 大家可以在三个地方 来回穿插使用 比较建议的呢 是这种 这种变化 放在最后一句 这是这首曲子 我们用三种 指法来 吹它 如果大家的思维转换呢 一时转换不过来 你可以放慢了速度 去练 在节目最后呢 我们再提醒一句啊 就是我看到这首曲子 它的整体的音域啊 整体的音域 只有一个八度 从一个烧到 这个高八度的烧 只有一个八度 所以呢 你会发现 葫芦丝也是可以吹这首曲子的 当然葫芦丝呢 你只用 只能用统一做烧的指法了 好 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